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手表的话还是他自己喜欢的款色 然后我自己也有我喜欢的款色 然后其实我们除了就是就算生日跟大节日都不太送礼物 我觉得好像有时间去吃个饭或者怎么样比较重要吧 另外早前好友马天佑就透露跟你一起去学跳舞哦 其实也没有在学就是因为我的好朋友马天佑他整天 就是他沉迷了跳舞大概一百多天吧 然后他每一个礼拜都会upload一些短片去那个在一些网路上面 所以我有跟他去过一两次了但是不算是真的在学跳舞 但是我有比较在最近夏天比较爱去滑水 对然后就是我们叫Wicksurf但是跟Webboard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是一个小船拉着你然后没有绳子的这样去像是冲浪那样 对然后其实也没有多厉害就是刚刚学 但是我蛮喜欢这个活动 那有没有叫男朋友凌峰跟你一起去滑水啊 没有耶因为他比较忙去准备他演唱会的事情 所以比较少时间可以一起去玩 但是可能大家忙的工作不一样 然后可能大家也要去不同的地方 所以就也其实这么久以来都是不是很多见面的时间 对 芊宇就透露早前受到综艺节目邀请 两位聚少离多 为何不跟男友一起参与 遇工作于拍拖啊 就是我之后的安排都是会在电影跟电视剧 然后《真人秀》也是一个我自己很喜欢 也很希望说可以参与的一个环节 然后但是可能两个人在一起就不一定 我觉得要看看节目的类型跟内容我们有没有很合适 但是就是找我个人的话我是没问题的 至于早前有止与林峰定欢 芊宇也否认这个传闻 没有啦没有啦不可能 就是如果真的有打算跟计划一定会 就是一定会讲 结婚这些事能收得起来吗 香港报导 这些事能Me